民眾大排長龍 走到被擠得水泄不透 滿滿都是人 原來他們要搶的 就是金門限量的紀念酒 好不容易排到了 但限量6000瓶的紀念酒 卻賣完了 排隊民眾當場暴怒 甚至不想離開 大家不想走 店員忙著解釋 甚至還匕首畫腳 但依舊止不住排隊民眾的怒火 因為有人從半夜2點就開始排隊 結果還是買不到 幾年前推出的酒 像是羊猴豬 搶酒的民眾大多都是預期 未來變老酒會漲價 再加上送人有紀念性 才會排隊搶酒 會有產生這個問題 這個是他們公司的 一個運作的方式 這不屬於我們金酒公司 那個一個範圍 為了限量紀念酒 民眾排隊將近四公尺 甚至還和工作人員發聲口角 目前相關人員已經介入處理 希望民眾不要為了一瓶酒爆發衝突 記者李俊隆林鈺君金門報導